BOT争议也是成为了今天的工商早餐会里的焦点 今天30多位的工商界的代表都齐聚 郑威集团董事长郭台强他就说到了 BOT是利益与公益平衡的问题 他希望政府能够调整制度 能够让制度更完善 不过也呼吁到政府不要硕及既往 否则会有失公平 行政院长毛治国一早出席工商早餐会 和工商协金会30多位企业界代表进行面谈 不过现场却意外弥漫一股紧张气氛 原来是BOT案争议引发激烈讨论 不要政府有任何的想法 我们都会愿意来做沟通 来做这方面的一个协调 所以我想后续应该问题会慢慢的减少 刚开始只是大家在认知上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对社会大众肯定也会有交代 一谈到近来各界聚焦的台北大巨蛋 远雄建设董事长赵文佳代副出征 强调会持续和北市府协商沟通 力拼今年底千万工 今年会完成搅巨蛋的工程吗 我们的努力就是今年要完成的 另外鸿海投资的台北丘业园BOT案 先前登报和台北市府杠上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的弟弟 正位董事长郭台强也难得公开表示看法 很多法令制度不能用追溯的方式 就是报还租税的部分不能用追溯的方式 我想将来这个BOT的这个也是一样 在协议定定之后的话 你用这个追溯的方式来检讨 我就毕竟对参与BOT的业者是不太公平的 面对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任以来 对四大BOT案开刀 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则表示 时空背景不同情况也会变 应该要以第三者的角度深思了解才行 很可能在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人要去 所以他有一系列的所谓奖励办法等等 那你过了多少年后再来谈 那当然情况不同 现在好像看来时代不同了 好像便宜了一点等等 这种各时代各情况都会变 合理合法的前提下 时空背景不一样的状况下 应该要好好妥善安排 那么如果是有违法或者有 有这个不法行为 那当然是要认真追究的 工商界一致呼吁政府对BOT案部应该 速集既往在长达两个小时的会议中 行政院长毛志国也主动表示 由于过去很多BOT案 让财团收入面过于乐观 造成一些差距进而引发争议 未来政府考虑重新定定 符合现况的规范 除了解决BOT案的问题 为了改善国内创业环境 行政院长毛志国也提出 将放宽股票面额的限制 股票面额不受限制10块钱 这样对于IPO的创业 是有实质的帮助 林伯峰表示 由于目前股票面额10元限制 对新创事业增资较不利 不止行政院严拟修改制度 为了大举向海外招揽人才 也将进一步放宽投资移民政策 记者林伯峰俊杰特别报道